在男人的世界里 如果能找一款车作为心中的梦想之车 相信大多数的小伙伴会选择奔驰G 不夸张地讲 在大G的面前 似乎所有的竞品都只是一片浮云 但如果非要找到一条喜欢它的理由 那就是没有理由 这就是奔驰G给网友们带来的文化渗透 而在最近 奔驰也宣布 旗下的首款纯电版大G 也已经在欧洲进入到了陆式阶段 不出意外的话 新车将会在2024年正式上市 而中国也将成为这款车的首发国 土豪们是不是又有花钱的理由了呢 其实早在两年前 这款纯电版的奔驰G就已经曝光 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媒体们的注意 原因是这款车可是太前卫了 遗憾的是 亮相后就没有了下文 在当时应该是技术上的不成熟 并没有真正促成这款车 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 纯电系统的越加成熟 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豪华品牌开始转型 而这款纯电版大G 将会成为奔驰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车型 整部车的外观 还是沿用了盒子状的设计风格 取消了进气格山 但前脸镶嵌有非常丰富的魅蓝色 满天星布局 未来感爆棚 双炮掩饰大灯 比燃油版尺寸更小 但更精致 前包围没有改变 依旧战斗力十足 整个侧面几乎看不到新能源汽车的元素 依旧是常规的断带式的腰线 隆起的轮眉将前后包围 以及侧群贯穿在一起 唯一的区别就是 车顶上的黑色装饰袋 采用了下沉式的设计 所以在具体的设计上 奔驰的设计师还是有所顾虑 毕竟这不是十万级别的家用车 毫无顾忌地追求科技感 对于奔驰G来讲并不是好事 到了车尾 方正的小书包储物仓 取代了常规的备胎 尾灯组也与燃油版车型保持一致 内饰上 新车提供了最新三幅六轴式多功能方向盘 方向盘的设计做出了调整 包括多媒体屏幕下方的按键设计 更具艺术气息 在这点上 奔驰的设计师还是拿捏的恰到好处 关于动力系统 这款纯电版的奔驰S 将采用四电机形式驱动 其中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85千瓦 最大扭矩856牛米 采用了107.8千瓦时电池组 不仅如此新车 还将提供可选的增程电池组 该电池组加入了硅阳极化学物质 可使能量密度增加20%至40% 配合强大的电四驱系统 整个续航和性能表现 也都得到了保证 根据常规燃油版大G的价格上看 这款车的价格依旧是属于少数人 看来土豪的小伙伴 又多了一项花钱的理由 这款车的价格上看来土豪的小伙伴